統一集團買下臺灣加勒服 為零售市場投下震撼彈 這是因為十五號公平會才剛點頭 通過全聯設購大論發 榮登超市一哥寶座 沒想到短短不到五天 統一大反擊出招 立馬穩住超商龍頭地位 一舉甩開全聯 零售業爭霸佔煙消未四起 話說得很嗆 似乎不把全聯放在眼裡 因為從營收而來看 二零二一年全聯營收一千五百九十億 收購大論發後 今年有望挑戰一千九百億關卡 不過對手超商老大哥統一可沒再怕 儘管去年受到疫情 統一超衰退來到一千六百七十三億 但如今收購加勒服後 營收瞬間跳過兩千億元俱樂部 暫時穩坐零售業大主地位 他有引進一些外國的食品 或是民生用品 我覺得多樣一些 對消費者可能比較有利 他決定物價啦 他沒有競爭者啦 真的是不好 兩家在過去 其實有不太一樣的經營風格 像全聯大家可能就是 主打比較低價 那統一超的話 其實主打就是一個比較 算是便利性 低價化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 一開始雙方可能會交戰的第一波的重點 兩大通路霸主正面交鋒 林敏雄出手快狠準 羅志仙則是老神在在 一切按照計畫進行 雙方同時從最擅長領域跨入量販市場 即將短兵相接 參選擇雲出手快藍一切 主持人